迈入地世界的美丽基隆摄影创作比赛越来越受欢迎 增见截止后,在摄影专业组部分共有476件作品参赛 今年新增的网络玩家组也增集到474件作品 其中专业组在第一阶段初选评比后 有88件优秀作品入围 主办单位依着88件作品的主题及拍摄地点分类为24景 8月16号起到9月10号为止开放网络票选 希望由民众来选出媲美八景的基隆新十二景 这第四届的主题是 A City Full of什么 就是这个城市充满了什么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主题的拍摄呢 能够来搭配我们基隆过去曾经有一些著名的景点 那有一些景点呢 就是在这个基隆八景里面呢 是大家觉得是最漂亮的角度 同时呢也是我们的摄影的爱好者 最喜欢去拍的角度 因此有这些基隆八景的这个美景 那但是随着这个时劲的变迁 那也包括我们这几年城市 有了很多不同的风貌的这些建设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摄影比赛 借由我们不管是专业摄影或者玩家摄影的这个镜头呢 来帮我们找出新的基隆的最漂亮的这些景色 那我们这一次呢 从这次的头建呢 先挑选出了24个景点 也就是在这个初选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觉得具有基隆的代表性 同时是美丽的照片里面呢 有24个景点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最终呢 能够找出基隆最具代表性的12个景点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同时开放给民众来做一些参与 所以我们从今天也就是8月16号的中午12点开始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9月10号 来做一个开放给民众来投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帮我们找出 大家心目中还有大家看起来最漂亮的基隆的这些景点 另外网络玩家组部分将票权50件玩家作品 前25名可获得奖金1000元 后25名则可得到500元奖金 参与网络投票的民众 还有机会获得手机用三合一广角镜头 多功能转接头 及网美最爱用的环形补光灯等多项好礼 欢迎大家一起来为基隆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新12景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